機會 捷舞三個手157公里 將打擊的徐 Set名給K掉 豪邁訴求連發 韓國打者只能猛灰空氣 日本隊先爬投手大鼓翔平 以最快161公里的直球 帶領日本隊以5比0 在世界12強戰第一場比賽 玩風速敵南韓 哎唷 直接被拉掉 化解了危機 連續三張老K危機解除 147公里的直插球 搭配155公里起跳的持球 南韓打者一籌莫展 大股翔平六局 奪下十次三振 只被敲出兩支安打 無失分 完美壓制 就這個球打成一個三壘方向 戒內 這個球三壘就沒有接到 這也使得壘胜的跑者 這時候已經回來的一位 二局下日本隊展開攻勢 取得2比0領先 有時候目前是兩好球兩盒 換球這個球撈起來 阻外野方向只要在戒內 應該就留不住了 紅布浪 一半扛出外野大強 日本隊遊擊手版本勇人 擊出12強戰 守直拳內打 幫助日本隊前六局 就以4比0領先 南韓奮力追分 卻總是剎那事實一擊 又打了一個高飛球 界外區 就在界外區 被一壘小的 被接近的手套當中 頂住壓力 連拿三個出局數 化解滿壘危機 小將鬆緊預述 九局上半 驚險關門 日本隊延續傳統 靠著強大的投手群 封鎖打線 沒讓南韓隊攻下分數 也在12強戰 棋開得勝 記得日本 綜合報導